屏東方寮有一棟將近百年的李家古厝 剖腹市民屋主也大方開放讓民眾來參觀 沒想到變成是竊賊來寄餘了 兩名男子趁著下雨天開著小貨車 等著一分鐘大搖大擺直接進來 把神明廳內四張太市椅 兩張茶雞都搬走 事實上這套家具是台灣檜木打造 有百年歷史價值至少三十萬以上 男子小貨車停在李家古厝門口 下來兩個戴著帽子擺口罩擺手套的男子 鬼睡的進入屋內 鏡頭的另一面 兩人大肆搬運古董家具 手腳俐落了短短1分30秒 就將一套價值不菲的紅筷木家具給偷走 被偷的就是類似這組古董家具 稀少的台灣紅筷木除了精緻雕花 還依稀可見歲月痕跡 明清時期有百年歷史的四張太市椅 還有兩張古典型茶几 價值至少三十萬以上 屋主大方的開放讓人參觀 沒想到卻遭小偷蜘餘 屋主懷疑前陣子有人要來收購遭拒絕後 可能買不成變成偷 比較好的不好買 如果一般我們民間來說 幾幾點好人的房子又有了 李家後代很痛心 無法保存祖先的遺物 除了報警外 現在只能公布監視器 希望大家能夠幫忙指認 盡快找回他們的傳家之寶 記者林安平平東報導 這些人dadö 就是為了 既然見當時 像 那 那 有 財